好 我們接下來呢 再回答一位網友的問題 他的暱稱叫做優然咖咖 他問我說 離型的身材要怎麼改善 離型的身材 我們知道嘛 很多女生都是離型身材 離型身材呢 就是女性的她那個局部肥胖 很容易脂肪堆積在哪裡呢 就是堆積在這個大腿 屁股還有下腹這個地方 那因為整個是寬在這個下盤這邊 所以看起來很像離子 因為上面瘦瘦下面寬寬很像離子一樣 所以叫離型身材的肥胖 好那優然咖咖是問說 那這個離型身材要怎麼樣改善 那當然要知道什麼 原因在哪裡 那為什麼男生沒有離型身材 那就告訴你答案了 那是跟荷爾蒙磁激素有關係 那激激素呢 它的作用會讓你的脂肪容易堆積在這些地方 那你可能問我說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離型身材 對不對 這個當然跟體內荷爾蒙的分佈狀況是有關係的 所以改善離型身材 我建議你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要做耐力運動 耐力運動是什麼意思 就是快走啊 慢跑啊 騎單車啊 做瑜伽啦 或者是什麼跳舞啊 這種都可以 只要那種可以做30分鐘 讓你流汗的 那個你就是耐力運動 為什麼要做耐力運動 因為耐力運動可以幫助你燃燒脂肪 促進心肺功能 燃燒脂肪 雖然說不一定會燃燒到 離型身材 局部堆積的那個脂肪 但是有機會 就是說 你可能呢 容易燃燒脂肪先燒 那個頑固脂肪堆積在這裡 它很難消除 但是有機會消除 你總是要試試看嘛 對不對 所以先做耐力運動 第二個叫做主力運動 主力運動是什麼 就健身房 那個練深蹲 練舉重啊 練啞鈴啊 這種的 或者練推舉這種 好 為什麼要叫你做主力運動 主力運動的原因就是因為 不是說要叫你把這個地方練小 不是喔 主力運動是怎樣 是要叫你 利用主力運動來刺激你的身體 你知道嗎 因為醫學研究發現說 主力運動之後呢 你的雄性素會增加 雄性素會增加 剛剛我們講說 是因為雌性素 才導致這個下盤堆積脂肪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做主力運動 你的雄性素會增加一點 雌性素的影響會降低 那這樣的情況底下 離型身材的這種形態 就有機會改變 但是 主力運動不是只有練腿跟這個 我們講說下盤 還有核心的肌群 手臂的肌群 對不對 你都可以適度的練一下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去練深蹲以後 他脂肪是減少了啦 可是你知道嗎 肌肉變壯了 好 結果腿還是肌肉很壯很粗 那這種就 不應該都集中在 主力運動集中在這個下盤 大腿這個地方 最後一個就是沒有辦法 就找醫生 找醫生 因為我是醫生嘛 所以一定要跟你講 醫美治療是可以讓你的 離型身材改善的 如果你的離型身材是脂肪 很簡單嘛 就是把脂肪 融脂抽脂吸脂對不對 吸掉你就沒了 一次就見效了 好 如果抽了脂吸了脂之後 你的腿還沒有脂肪了 還是鹹粗 那就我講對了嘛 那就是肌肉的問題了對不對 肌肉問題能不能改善 還是可以改善的 就是讓那個肌肉能夠縮小 那打肉毒感菌素就可以 那肉毒感菌素呢 雖然說好像只能維持半年對不對 但是現在也可以加強型的 肉毒感菌素注射呢 它會有部分的永久效果 像球醫師打了很多 過了半年回來 發現說還是沒有回到原來那個 粗的那個大狀況 還是比原來細一點 好 就是跟優然卡卡分享說 離型身材怎麼改善 希望這些訊息對你有所幫助 想知道更多科學瘦身的知識嗎 請上網搜尋愛瘦美 還能什麼 趕快加入吧